随着俄罗斯世界杯的临近的中超也进入到了休赛期 本赛季的国安队已经是保持了十轮不败 精彩的进球有很多 下面呢我们就来放松一下 欣赏一下我们的编辑为您精心挑选的 截止到目前的国安十家球 第十球送给我们的U23小将巴顿 面对腾经国安的第三门将张思鹏 巴顿的单刀球没有自豪犹豫 在U23政策下 国安有这样的年轻小将实属不易 第九球还是这场比赛 巴喊不凭借个人能力 在本场比赛中为中后国安打进了第四类进球 第八球同样来自一场大比分的比赛 江涛后场的长城发动二次进攻 中后卫张宇助攻八场部 后者帮助国安将场上比分搬成三比三平 这球是比埃拉 奥古斯托 索里亚诺三名外援 一路将球传到了对手进区前 比埃拉最终完成了一角世界波 十家球第七位属于西班牙人 第六球是索里亚诺的直接任意球 这球不仅帮助国安队敲开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之门 更是本赛季国安主场的首个进球 优势扳平场上比分的进球 第五位依旧来自巴寒布 近期内的投球接力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帮助国安再次扳平了场上比分 第四球来自瓢城 虽然有球迷把瓢城的这类进球 与范贝希的那次神来之笔拿来做对比 但是李智告诉我们 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不过差距好像并不太大 第三球还是外援之间的配合 这次属于比埃拉和奥普斯托 两人在本赛系相遇后 仿佛瞬间擦起了火花 再加上队友的拉扯帮助 两人几乎将球传进了对手大门 我们把第二球 依旧送给了U23小将 维士豪这个名字 这几个赛季逐渐被广大球迷熟识 相信等年轻人度过了 这段气盛的岁月 这位1995年出生的国角 一定会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信球迷朋友们已经猜到了 本次十加球首位 一定是属于这笔古时阶段的绝评 奥古开阔的视野 江涛灵光一现的妙传 巴坎布最终点燃了整个攻击气氛 不在乎是否赢球 只期待你们拼搏的身影 89分钟后连班两球 古安精神一直在传承